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在本周被1亿澳元所建卖掉的澳洲高端商场 David Jones 在澳洲生活的朋友都知道 除开那些特别小的商店 在澳洲主要城市中 一些连锁商场从低端到高端的排名 通常是Kmart BigW Target Maya 以及最高端的David Jones 这些商场都几乎被Coles和World Wars 两大超市所拥有 换句话说 澳洲的大型连锁店 从超市到日用百货 再到衣服和高档的化妆品 都隶属于这两大超市集团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 当时Maya集团从Coles阵营中剥离出来 单独独立上市 那我本人其实在那个时候 还傻傻的认购了很多Maya的新骨 结果很神奇的 在第二周就被成功破发 之后的几年 是再也没有回到当初的发行价 最终我也只是在两年之后 是割肉离场 那么其实Maya的股价 在之后的十年 几乎来说是年年在下跌 CEO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但是就是不见到他的业绩好转 那当然了 今天我们聊的对象 并不是Maya这个公司 主要聊的是更加高端的商场 也就是澳洲最高端的David Jones 这家商场有着184年的历史 主要销售中高端的化妆品 香包鞋类 以及加油电器 甚至于有十几个 甚至于几十个奢侈品牌 入住在主要城市的旗舰店中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高端商场 从2014年被南非的Walways集团 自由化买入之后 到如今依然是逃不过亏损 最终被建卖 在2014年的时候 总部位于南非的Walways集团 出资了21亿澳元 收购了David Jones 包含了他们在澳洲和新西兰 总共43家店面和两个配送中心 但是从2014年的14亿 经过了8年的苦心经营 却在本周以非常低的1亿澳元价格 被卖给了悉尼本地的一家 仅仅管理资金只有8.1亿澳元的私募基金 而且这个名字并不是非常出名 那么和所有的实体店一样 David Jones经历了2020年到现在以来 三年疫情时期 光是在2020年3月和4月 其销售额就同比下降了35% 但是对比其他的一些独立商场的话呢 又因为David Jones通常会用租用 大面积的商场 和长期保持较多的服务人员 导致其固定成本要远高于 其他同类商场 因此在过去的两年中 除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之外 更为致命一点的错误呢 就是其母公司 也就是南非的Walworth集团 注意 这儿是南非的 可不是澳洲本地的Walworth 虽然他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母公司决定在澳洲开设和扩建 数十家David Jones的食品店 并且和BP加油站合作 来销售David Jones品牌的食品 那么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在南非 Walworth控股下的零售集团 主要就是以销售高档的衣服 家居高档的食品杂货为主 并且通过商场的辐射 同时提供信用卡 个人理财等等一些金融服务 简单来说 南非的母公司 就是想把他们在南非 和非洲的成功模式 引入澳洲 这个想法是不错 但是结果却是截然想法 David Jones在过去两年 开设的大部分精品食品店 和加油站中的高档小店铺 全部以亏损或者失败而告终 这也使得其财报上 每年增加了1500万澳元的亏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着原本在南非地区的成功经验 没有办法在澳洲同样复制呢 难道所有的失败 都是归结到疫情身上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同样 实体和线上的连锁店 以贩卖电子元件和家电 著称的JB Hi-Fi 在疫情到现在三年中 就是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David Jones 却输得是一塌糊涂 我个人不是法官 无法盖棺定论 那么如果各位看官觉得我说错了 请高抬跪手 我说一下个人意见 我认为 是因为消费群体的不同 南非的沃沃斯权 之所以在南非能够成功 是因为 当地有着快速增长的 中产阶级群体 也就是说 这些原本是普通阶级 上升到中产之后 对于生活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是骤然提高 中高端 吃 穿 用的商场 就成为了当地新兴中产阶级 非常愿意追随的品牌 并且呢 也是很多 还没有上升到中产阶级 梦寐以求的一个品牌 但是在澳洲 David Jones所面对的客户群体 显然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澳洲大部分民众 早已经完成了 从普通阶段到中产阶段的升级 因此 大部分人并没有 一定要在David Jones里面买衣服 这样的虚荣心 即便是街店小店 很多时候也可以完胜David Jones 因此 很多消费者并没有出现 在南非所有的那种虚荣感 再加上呢 澳洲的食品质量 普遍比较高 David Jones即使出售了 所谓的高档的水果 糖果 和街边一些特色小店 并没有太大差别 甚至于还不如 超市里面的某些水果 这和非洲和南非的情况 又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 David Jones 不管是在加油站 还是在购物商场 所开的精品食品店 并没有办法造成 大量的跟风和排队 那么说白了 南非World Wars 用于服务当地某些新贵的 种种营销策略 没有办法呢 在澳洲 这个拥有的大量老富 英文叫做old money 老富于阶层的社会中 同样的套用 再加上呢 疫情所导致的流动人口 和海外游客骤然减少 这就直接导致呢 David Jones原本是希望 对于高端消费人群 使用高档食品 这个所谓的刚需 来产生的盈利 没有办法实现 并且最终亏损破灭 那么其实呢 我们从澳洲 乃至全世界 目前的个人消费趋势来看 传统那些大而全的商场 目前普遍的盈利能力 出现下降 但是小而今 或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的 特色连锁店 则可以更好地满足 特定的消费人群 我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题 如果你是一家某一家商场的CEO 你要选择你的目标 消费人群的年纪 你觉得是50至60岁人群的 消费实力强 还是年龄在20到30岁人群的 消费能力强 毫无疑问 大部分人 包括我自己第一都会选择 50至60岁的人群 但是根据目前所得出的 调查数据中显示 却是20到30岁的平均人群 去商店的购买能力 是所有年龄中最强的 注意 这里调查的并不是买房的能力 买车的能力 而是一年中去商场的消费时间 和消费总额 虽然50到60岁这些人的财富积累是最多的 但是由于生活 家庭 工作等等原因 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去商场 那么相反 那些20至30岁 刚毕业 刚开始就业的人群 由于它是大部分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因此它可以实现月月光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完全可以 以大量的时间去商场消费和购物 所以按照他们这种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生活方式 那么月光 那就是必须的 因此目前 绝对盈利 或者说比较盈利的那些连锁店和商场 绝大部分的目标群体 就是那些符合20到30岁 年龄人群的 它出售的那些商品 而非20年之前 我们所谓的那些高档西装 或者是高档传单 所以这类人群 通常是不需要高档的华丽装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大量迎合年轻人消费方式的连锁店里面 很难看到大量的高档消费元素 更多的是产品快速的更新换代 以及有竞争力的价格 所以时代在变 主力消费人群也在改变 但是很可惜传统的David Jones 因为单店太大 没有办法适应如今的年轻化 网络化的消费模式 加上澳洲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物流成本 这就注定了澳洲大型商场 从低端到高端都很难实现盈利 那么各位 结尾的时候 我们从David Jones失败的模式教中 你能学到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下端回复留言 如果你也可以想到想聊的一些话题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 挑选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 来一起讨论一下当今的社会和经济热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和转发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